身处分岸之士 心存健康之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健康一加一 防疫身心灵 我是啾啾 其实我们经常听到周围人说 腰痛腰痛的 那腰痛呢 确实是非常普遍 那医疗人员呢 就说 这个下背痛呢 发生率是非常的高 几乎是人人都有 堪称世界第一大病 那人类的一生中 80%以上都会有腰痛的经历 我想大家可能都有腰痛啊 比如说搬东西不对劲啊 或者是走路太累了啊 这些都有可能的 那腰痛的时间呢 是有长有短的 根据美国研究资料 因为下背痛呢 造成的直接 甚至间接的影响呢 损失是主要是骨骼肌肉系统的守卫 所以由于这个腰痛啊 下背痛啊 而请假影响工作日数也是全美国最高的 但是也有记载绝大多数的下背痛呢 没有办法找到确认的病源 所以大多数的人呢 就苦于腰痛呢 没有办法自救 所以有时只能靠自己的机能呢 慢慢恢复了之后呢 那有人是透过按摩 可是慢慢的啊 他还是会恢复这个痛的部分 那有些人呢 长期慢性腰痛呢 甚至他没有办法缓解 但是今天呢 我们就有办法让大家告别腰痛 腰痛自救法大公开 如果你想知道呢 记得请看到节目的最后 那先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小铃铛 好 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 是新一堂中医诊所的院长吴国平医师 哈喽 吴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吴医师啊 听说您找您看腰痛的病例 对象是非常多的哦 其实我理解到这个久坐啊 像腰酸啊 腰部过度老累啊 或者是腰椎有问题 可能都是会有腰痛 那您还有哪一些腰痛的案例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其实呢 我们这个腰痛来讲的话 我们用这个模型来讲会比较清楚 其实腰痛来讲的话 一般我们会认为就是说 它可能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它可能是椎间盘突出 或者是脊椎跟脊椎之间的距离比较狭窄 我们就是椎间比较狭窄 或者是你狭窄之后所导致的一个神经的压迫 然后呢 有可能就比如说它腰椎整个滑脱 就是前后的距离有点移动到 所以呢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专有名词 甚至有人有长骨刺之类的 我们如果说没有做这些病理的检查的时候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哪一种腰痛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腰椎的曲度 这个腰椎的曲度如果说它过弯 过弯的话 怎么样情况才会过弯呢 就是它屁股太翘 屁股太翘的话 这个腰椎的第五椎 第四椎这边 就会受到挤压 它常常腰这个地方就会比较酸到 另外呢 比较常见的就是它腰椎太直 太直的话这个 原本我们腰会有一个弧度 这样是一个曲度 这个曲度变得不见了 变得比较直 这个蛮常见的 那这个情况下呢 它反而椎间的距离就会被压缩了 所以会导致椎地方突出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分的话 就是腰椎曲度太弯 或是太直 将来分会比较好分 而且将来做一些治疗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好有一个大方向是这样子 那说到这个就是我想今天其实 吴医生您也提到就是有些腰椎滑脱 或者是腰痛 我想如果有想看这个腰椎滑脱的自救法 我们可以看5月14号 吴医生的直播 吴医生有介绍非常的详尽 那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听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身边的人说腰痛腰痛 那当然不是急症啦 但是因为腰痛呢也是非常困扰 像我自己因为我们长期就是在电脑桌前面工作 那久坐之后呢也会非常的腰酸 不知道怎么样活动才会好 那么哪些人是比较容易产生腰痛的 腰痛一般来讲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在一般来讲我们的慢性的老鼠里面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他常常工作要搬重屋 另外呢他可能常常就是久坐 比如说有的是常常司机啊 常常开车他要久坐 或者是我今天是办公 他常常在桌子前面这样低头办公之类的 他可能就常常一坐就坐好几个小时 这两个是很常见的 另外更常见的就是很多人就坐姿不良 比如说他坐的时候可能是一只脚翘起来 或者是你可能坐的时候常身体往后请 往后请的话这个屁股就会往前 然后身体就往后 这个时候呢会导致腰会变得 本来的曲度不见得变得比较直 所以坐姿不良也是常常见到的一个可能的情况 这个腰痛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观念分享给大家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整个人如果说站立的时候 有人做一个测试就是说腰椎之间的压力 假设是以100来看的话 坐的时候腰椎压力竟然是140 但是呢其实我们如果说站的时候 站的时候我们身体如果说有点前傾的时候 其实呢他的腰力腰椎的压力变得是220 但是我们如果说坐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坐的 坐的有点往前请 它是275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的人常常在办公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坐着 坐着的时候已经140了 可是他常常坐的时候这样弯曲 弯腰 再弯腰然后这样子办公 所以这个腰呢压力瞬间从140变275 也就是说几乎增加了一倍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坐姿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站的时候如果说拿着一个20公斤的一个重物的时候 腰椎的力量其实会从100瞬间变成210 但是我们站的时候有点弯曲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一个示范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站的时候是这样子 拿一个重物的话是210 今天我们如果站着拿东西 假设这是20公斤这样拿东西 瞬间变340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动作就是常常有人 腰椎扭到闪到的时候的最常见的动作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弯腰 这样拿东西一拿就闪到腰 但是呢更严重的就是我今天这样弯腰 压力已经变大了 它又是这样扭转 这个一扭转的压力又比刚刚的340又更大 所以常常有人这样扳 这样扳过来 这样就受伤了 所以这个就是提示我们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扳重物这个姿势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像我们在做举重的时候 这个腰的腰背一定要打直 也就是说我们腰尽量就是这个背部打直 腰背打直 打直的时候这样蹲下去起来 这样子这样扳 这样子呢你的腰的这个地方才不会因为你的弯曲而受到一个力矩 就像一个力矩一样把它紧压 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受伤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常注意的一个动作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腰痛都会想说 我带护腰带护腰 那到底带护腰有效吗 带护腰的帮助 可以减少腰椎的负荷有30% 所以其实我们短期之间的使用是可以的 长期使用变成腰椎的肌肉无力或是腹肌无力 所以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说 这个时候其实是短暂的使用 这是比较恰当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有些人在做某些动作的时候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搬东西 不小心突然闪到腰 我觉得搬东西真的很容易闪到腰 那腰痛得非常的难受 这时候会动不了 那怎么样才知道 要怎么样快速的自救 有没有一个动作 可以马上做了之后 立刻舒缓这样的方法呢 我们在手上有一个穴道 这个穴道很直接叫腰痛穴 也就是说你腰痛的时候 你在手上按摩这两个穴道 它这个穴道就是在我们的食指跟中指的 这个直骨 这个我们这个这个是直骨 然后我们这是掌骨 这个缝 也就是说这个骨头推到底 推不下去了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腰痛穴 另外呢就是往外 第四指跟第五指过来 这个掌骨到底推不下去 这个交叉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在按摩 这个这两个穴道的时候 我们先一个一个按 先从这个手指这边开始按 一边按揉的时候 我们的腰可能要活动活动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站起来 这样活动活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可以让周围的 这个腰部周围的经络的一些气血 开始畅通 肌肉比较柔软 这个时候腰痛的改善 就可以达到一个瞬间缓解的一个效果 所以吴医生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自我保健预防腰痛的保健槽 还有这个慢性腰痛 有什么样的自救方法 可以来帮助我们舒缓呢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示范这个腰椎如果疼痛的时候你怎么处理 比如说我们现在腰很碰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躺着 我们躺着的时候呢 这时候假设你腰很痛 所以你在弯腰 比如说你在曲垂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会觉得还是很不舒服 但是我会建议就是你现在脚这样弯曲 这样子弯曲之后 用力的往下 往下踹 刚开始你的力道一定不够 因为你会很痛所以你没办法很用力 可是呢我的经验是你这样慢慢的踹的时候 这个就是像我刚刚讲腰背尾中球 你透过这个踹的时候把尾中穴这个地方把它放松 把它静落打通 因为这样一踹的话你整个背部的膀胱筋也会跟着松开 所以这个运动我觉得对腰痛其实是有用的 记得踹的时候不要往上踹 水平的往下踹 踹完之后换另外一只脚 这样踹一踹 其实这个动作其实对腰部的放松其实是有用的 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前面所讲的 这个屁股太翘腰椎如果太弯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改善 其实腰椎既然太弯的时候 我们就是让它不要那么弯 也就是我们必须身体往前弯 往前弯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我们躺着 这个时候躺着我们做抱膝的动作 抱膝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把身体这样卷起来 做这个动作 当然你要做得比较确实的话会建议 你用一个用绑带 如果可以有三条的话那是最好 就是在膝盖的上面膝盖的下面 脚踝的上面这样把它绑起来 这样的话做起来比较不费劲 而且姿势会比较标准 假设我们没那么多我们只有一条建议可以在膝盖的下面这里绑 绑的时候这样抱会比较好做 如果说力道不够还可以抓着抓这个绳子 一开始我们先这样抖一抖 这样抖可以抖大力一点 让这个腰腰的这个肌肉整个放松 放松你可以抖个20下 20下抖完之后呢然后再来这样 这样抱 一抱上来的话可以停三秒钟 尽量让我们的鼻子能够对到我们的膝盖 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训练到我们前面的腹肌的力量 也就是所谓核心肌群这边的力量 甚至我们腰部后面的肌肉也可以被训练到 那如果说我们腰太直呢怎么办呢? 这个动作就要反过来做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腰椎如果说太直 我们现在要把它变得比较不那么直 所以呢我们要给它弯 这时候怎么弯呢? 我们今天一开始可能先趴着 趴着的时候呢我们手可以放在身体的旁边 然后呢我们这个手把上半身稍微这样撑起 先用手肘把上半身撑起来 先给它撑个比如说 有点压如果太直的话 这样其实就会有点痠痛喔 所以它可能这样撑起来 可能撑个几秒钟 比如说十秒钟之类的 撑完之后呢我们这个手 再把上半身再撑高一点 这时候呢就可以把太直的这个曲度 把它弄得比较弯 比较回复正常 做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放下来 休息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做 重复再这样重复的做 基本上可以做个十次为一个单位 然后就是仿佛的每天可以多做 以往我们在做这个脊椎调理的时候 有些推拿师就是 或者说整腹师 在做调理的时候可能就是 用一个力量把它调回去 但是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在整腹的时候 如果说用外力把骨头弄回去的时候 有时候过于阵子它又要跑回来 为什么会再跑回来 因为我们的肌肉韧带 可能在你这个脊椎错位的时候 已经习惯错位的位置 假设它跑过来的时候 这边肌肉可能比较紧 这边可能比较松好了 你如果说弄回去的时候 因为它习惯紧了 所以它还会再把它拉回来 所以我们有一种替代的方法 就是用所谓的肌肉能量疗法 这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透过肌肉的一个力量的平衡 把它让它自动归位 我们刚才有提到 假设这个喀骨 它是往前旋 往前旋的话 这两个这个骨头这里 也一高一低的一个情况 通常往前旋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不舒服 既然你往前旋的话 你要怎么办呢 往前 这个骨盆往前 这个喀骨往前 所以我们要弯曲过来 希望把它往这边过来 让它能够回来 所以呢你这个时候 就抱这个膝盖 然后你就是要顶它 这时候你往内压 你只要一点点力量顶住 但是施加力量 但是你这个膝盖去抵抗它 不要让它压下来 这时候最好是请一个人 在这边帮你压 然后你去抵抗它 抵抗了大概5秒钟左右 5秒钟左右 放松一下 我这个力量再进来一点 这角度再多一点点 好 它在压的时候 我再抵抗它 5秒钟 好 这样反复的做3次到5次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骨头 跑掉骨头就可以被弄回来了 这是1个 这个假设这个骨头 是往这边旋转回来 往后 这时候我们必须把它弄回去 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 这只脚必须外伸 伸出来 然后呢 这个脚 要把它往下压 往下压 往下压的时候 你要顶它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被慢慢的搬 被把它搬回来 因为我们这个是往后 对不对 你这个一搬 一压下去的话 它这个就会被撬起来 所以呢 一样这边必须请人 在这里帮你施加压力 那这个力量其实只是一点力量去压它 但是呢 你要去抵抗它 不要让它压下来 然后呢 5秒钟 好 再下来一点点 再抵抗它 再5秒钟 然后再抵抗它 这样反复做3次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骨盆把它调回去 再来呢 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靠骨 这个整个往外 这边翻过来 既然翻过来的话 我们是怎么要把它弄回去呢 最后这个脚弯曲 往内 因为它往外了 所以我们必须往内 然后这个时候 请人家 把这个膝盖 顶住 压住 但是我们的这个脚 往外去抵抗它 5秒钟 然后这个时候再往内一点点 然后它再压我们的脚 然后我们再往外 再抵抗它5秒钟 大概反复的3到5次 这个时候你的骨盆 这个地方就会被缩回来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今天屁股如果说感觉太大 这样 这脚骨整个开了 所以你这样就可以把它两边同时做 这样就可以把它收回来 另外你这个地方可能 这个骨头 脚骨往内了 往内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往外扳 这个时候这个脚就像写阿伯树字 这个式一样 像弯曲 这个脚 脚踝必须放在另外一边的膝盖上面 这时候就这样子 你请一个人帮你这个膝盖的上面这边往下压 但是你去抵抗它 抵抗它5秒钟 然后再下面一点点 再抵抗它5秒钟 然后再来再抵抗它5秒钟 大概3到5次 基本上这几个动作就可以把我们的骨盆整个做一个调理 刚刚的解释其实会有点复杂 如果说有兴趣想要专业的去调理的话 仔细再看看我们现在介绍的动作 其实是非常简单实用的 那另外吴医师我想请教您 如果像我们身体往前弯 其实会痛嘛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舒缓 或者是我们身体往后仰 其实也会痛 那这个有没有办法舒缓呢 我们临床就发现 你今天如果说是腰椎 如果说滑脱 滑脱就是我们脊椎上下有点 就是前后的错位 也就是说通常比较常见 比如说我们这个第四椎 第四椎第五椎这边 它可能下面这个比较往后了 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 往后仰的时候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上面的骨头 上面的骨头会太 变成两个分离的太严重 所以其实腰椎滑脱的人 他会发现他往后仰 他就会痛 所以必须做往前的一个动作 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被发生的原因 除了因为外力所造成的一个受伤以外 最大的原因 还是在我们的一个生活上的知识 平常我们有些人 常常觉得坐椅子要舒服 所以有人常常坐沙巴椅 这个沙巴椅就是那个 这个坐的这个地方太软 所以大家想一想 就是我们的脊椎就像一个 比如说一个骨牌一样 肩骨牌如果说我们现在上下堆起来 就像我们的脊椎一样 你今天如果说你坐的椅子太软 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自觉的 你就不会坐的挺挺的 你就会坐的这样子 这样子弯的 整个像松散掉 这个时候你这个骨牌 这个骨牌 它就整个松垮了 整个角度这个间距就受到挤压 这是最常见的 另外我们可能就是有人睡的床太软 睡的床太软有什么不好 其实我们这个床太软的话 也是像用骨牌来做比喻 今天这个骨牌是这样子 这样整个这样排排过来 今天如果说太软的话 这个骨牌它就会 就会不规则 排列不规则它就会受到挤压 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你今天如果说躺软床 常常习惯躺软床的人 它的督脉也就是我们的脊椎 它就脉络的气血就会不同 真的不同 怎么讲 我们脊椎的中轴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急凸 脊椎中轴这个骨头 其实它周围两侧 其实这个肌肉会整个 大家仔细去看的话 它会凹进去 它会稍微凹进去 这中间是凸的 这骨头凸的 它周围的肌肉会稍微凹进去 可是你躺软床 躺久的人 它凹进去的这个肌肉 竟然不是凹进去 它变得比较平 比较凸上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你就发现我们终于讲的 这个滑土夹击 这边凹下去这个东西不见了 也就是说它的督脉 甚至膀胱经 整个经络就会受损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常见的生活上的一个 错误的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像我们一般民众 如果觉得好像很累 你会坐坐沙发椅 或者是说 躺在软软的床上很舒服 但这个呢 长期来说 对我们的腰背 确实是会有很大的伤害 对我们的脊椎 也是很大的伤害 所以这个真的 还是尽量的避免 那还有一个问题 像我这种 还有我们办公室 很多人 工作时间很长 然后久坐 也会要算背痛 有没有办法可以舒缓呢 有 我们如果说工作久了的时候 就是常坐嘛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 工作的 比如说你坐了30分钟之后 稍微舒缓一下腰部 这个时候你可能可以这样站起来 其实很简单 就是腰 简单做一个这样旋转的动作 其实做这样旋转的动作 其实是非常好的 让腰稍微整个疏松一下 另外呢 你可以偶尔做一下深蹲 深蹲呢 它其实可以改善的 不是只有我们下盘的肌肉 而且呢 其实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样深蹲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腰 腰跟腹部的肌肉 其实也会训练到 所以其实深蹲 其实有些人其实有个观念 就是说 蹲的时候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可是实际上呢 我们大概去观察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不妨大家去看一下举重的选手 他们在举重的时候 膝盖也没有说完全不超过脚尖 你去看他其实膝盖会超过脚尖一点点 这个超过脚尖一点点 其实很自然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 你不要 我个人认为是不要说刻意的完全不要超过脚尖 你自己做一次你就知道 你刻意的完全不超过脚尖的时候 当你这个屁股往后一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膝盖这边的肌肉韧带 这会特别的压力特别强大 特别紧绷 对膝盖的负荷我认为其实反而比较大 所以呢 其实为什么强调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是因为怕有人直接蹲下去 这个膝盖超过脚尖太多了 所以我们凡事就是中央不要小往过正 很自然的重点在这个胯往后一收 一收的话自然的就可以蹲下去 然后这样这样起来 这样蹲下去这样起来 其实你这样蹲的时候呢 一蹲一站起来的时候 我们训练到我们的这个腿部 所以有人就说这个腿是我们第二个心脏 因为你这个透过腿部的训练的时候 你可以让血液的循环更好 让我们打到身体的下端的这个静脉能够回流 而且淋巴也可以回流 所以对我们的心脏的整个循环 其实体力的增加确实是非常好 有人因为做了生吞之后 他走路 你会发现他健步如飞 他脚变得比较轻盈的 是这样子 那吴医生 像您刚才为我们示范的这些 除了这个动作之外呢 比如说有些人腰痛腰酸 那什么样的食物呢 平常可以多吃一些呢 好 我们其实中医讲是比如说肝 这个筋是属肝所管的 骨头是属肾所管的 所以我们讲筋骨筋骨 其实大概来讲就是肝跟肾 那补肝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吃一些 就是一些对筋有帮助的东西 什么样的东西对筋有帮助呢 比如说一些猪蹄啊 或者是猪脚啊 这些含胶脂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如果吃素的人怎么办呢 他可能吃一些比如说香菇啊 海带啊 这些秋葵啊 这些比较属于有一点胶脂的东西 对我们的筋其实是有帮助的 那么有句话说含粮食物伤筋骨 那这个呢 因为除了冰凉的饮料之外呢 有哪些食物是属于比较含粮的食物 那哪些食物尽量不要吃 还是会伤筋骨呢 比较常见的 我们就这么讲就是说 有人常说 你间筋骨酸痛的东西的时候 哪几个东西不要吃 其实民间最常见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香蕉 一个是竹笋 其实呢 当然这两个食物 其实有偏比较含粮一些 可是这个就很奇怪 含粮食物既然那么多 为什么会特别这两个 我们临床的经验上的统计是这样子 确实我有患者给我回馈 他本来生理的筋骨酸痛以前不太好 后来调养的很好 就有阵子他觉得 笋子特别好吃 那结果他 他就特别吃了很多笋子 结果他筋骨真的要开始酸痛起来 那也有人真的是酸痛的时候 他就吃那个香蕉 确实也比较酸痛 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 这两个暂时不要碰 另外有一个东西可能要特别注意 就是糯米 有些肠胃不好的 他吃了糯米之后 他的胃肠容易堵住 堵住之后他的气血循环不好 他整个身体的 整个全身就会觉得不对劲 有时候你胃不舒服 可能心脏也不舒服 其他地方也不舒服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其中一个 一个关键的原因 那另外呢可不可以 请吴医师给我们推荐一道药膳 来补补我们的就是 腰的筋骨的部分 腰的筋骨的部分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药膳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 我们可以用肚重跟川西粉 还有那个猪 猪的那个猪药 猪药系就是猪肾的意思 那我们就是以形补形嘛 吃猪肾的补肾 就是有一种强断腰椎的这个 腰椎的这个肾气的一个概念 其实为什么要用肚重呢 肚重其实它在强壮筋骨 其实上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颜色是黑的又入肾 另外呢这个川西呢 其实它一个比较好的特别就是说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的循环 而且川西粉这个东西 它其实很特别的是 我们讲就是说 它可以活血化瘀 但是又可以止血 它可以促进循环以外的 胃黏膜胃不好的 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胃黏膜 保护我们的胃壁 所以它功效非常的多 而且很平和 几乎大部分的不管 大部分的任何的体质来讲 它几乎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 一个很中庸的一个 活血化瘀的药材 所以我特别建议这个川西 这个给大家 嗯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 吴医师为我们推荐的这个 山西然后度重猪腰汤 我觉得这个部分 在秋天来喝一碗 喝上一碗 保养一下我们的腰 这个是非常好的 好的那今天呢 非常感谢吴医生为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谢谢吴医生 好谢谢 好那刚才 吴医生讲不要坐沙发 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 我们坐沙发都像蓝骨头 坐下去虽然哎呀好舒服 但是久坐真的会觉得腰背很酸 记得三种知识会影响腰 搬重物 久坐 坐姿不良 这些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多注意 而且我发现啊 坐姿不良的人啊 人站的不挺直 看起来就特别老态 如果你不想要老态呢 提早报道 还是多多注意我们的姿势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分享我们的频道 还没订阅的朋友 赶快订阅哦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